原神转世老灯 6天时间终于是把主线做到了通单 升级冒险等线到45级 把仆人的专属生遗物搞到手了 现在仆人的面板是这样子的 还不错吧 双爆也有个190分的样子了 80级仆人天赋623 吃满线有的拐 纯火一刀也有6万的伤害 距离满星深渊就差个淋漓了 必如自家全军出击 原神丛林创号到满星深渊 全过程展示第7天 上线依旧把世界的多日任务做完 然后继续完成昨天没有完成的主线 做完第4幕的一小段 就来到了封单的最后一幕了 醉人武不玄 也是目前原神为数不多的精彩剧情 值得细细回味 直播的时候也是跟粉丝观众 纯净似的体验了一把剧情 你们听我说话呀 拜托了 听我说 我真的是神明 而这一切 只是为了能够牺牲自己 我可从没有这么想 这一刻的我 还在为成功骗过天理这件事 而沾沾自喜呢 水龙 水龙 别哭了 再见 那位莱特 希望你喜欢 这五百年来属于你的戏份 那位莱特 全程几乎没有跳过的看完了 OK至此原神目前除尖上外的所有主线剧情搞定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爆干原石抽淋漓了 今天的小目标是干个20抽四四水 古老岩石完成继续继续 供奉下路紧权 淋漓出金 哎呀还不出金 跳过一手 行秋 鼓气大师 继续继续 水间十字出走起 供奉神像 供奉路紧权 领两颗篮球 还差三颗就可以实抽了 巴尼特突破一下 可以领一颗 然后转干到期 到期的神音书供奉也可以领两颗篮球 干起来 常驻持 原地开车 不信玄学 不信先 来十抽给我 出金 来行秋 行秋 行秋 兄弟们行秋终于来了 行秋有了 那深渊稳了呀 行秋对于仆人之队来说是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打下纯水升级下行秋 再看看后续能不能出点可以和仆人组队的角色吧 这样的话深渊就可以组成两队了 接着干吧 现在限定卡池已经垫到了55抽 常驻时垫了60抽 两个卡池都快要出金了 好期待呀 看了一眼限定卡池还差356十年 把之前剩的里悦地灵看完 做两个世界任务拿到地灵看的钥匙 顺度的宝箱也搞一搞 还差64 宝藏归离 搞定搞定 来直接10抽不多BB 出金 哎呀我以为出了 65不出金 坎蒂斯 还真别说坎蒂斯还可能用得上 研发一下 再干5抽再干5抽 垫到70再下 OK5抽下去也是蓝天白云 那没办法了 今天先干燥制吧 现在常驻时已经垫了61抽 限定卡池垫了70抽 明天必出金 那么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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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